豬頭見蘇臨 還未入山墳 歡迎大家來到8月20日晚上的桑普論證 希望大家收睇桑普頻道 comment like share 訂閱 YouTube Patreon 看完廣告 看完影片 以及用Super Thanks Function繼續贊助支持本人 多謝各位 說什麼呢 剛剛講過了 習近平終於出來了 太陽出來了 還是一個糞便出來了 大家都明白了 習近平很多傳言說他又死了 又找替身 又病了 又中風 又被張藥合協詞傳位給丁薛祥 然後又說他什麼什麼 最後煙燒雲散 為什麼呢 一堆海外KOL為流量 為點擊 為錢 所做的一些謠言 或者甚至共產黨裡面有些人 故意去做一些煙幕 甚至是習近平本身 故意出口轉內銷 目的是什麼 一推射責任 更重要的是 忍射出道 沒錯 很多讀者都清楚知道 究竟所謂何事 北戴河會議開到19號 什麼都開完了 終於結束了優價的情況 會議都結束了 出來不是說北戴河會議 是罷免習近平的會議嗎 沒有的 所以說這些謊話的人 也不須負責任 繼續呢 每一段時間他們都會說這些謊話 但我只是說呢 如果真的有死亡 真的有病重 我們會看到一些重要的訊息 看回到現在的情況 肯定沒有 所謂的什麼 就是中風半身不遂 或者說呢 是這個死亡的情況 也都沒有所謂被人奪權的情況 不要 這些謠言一掃而控 而 今天我們看得到的情況 正如我們看回昨天的新聞都知道 昨天我真的看到這新聞 時間因為我都要休息 還有我都要其他的行程做 我到今天才跟大家講這件新聞 可以補上一些新的資料跟大家講的 越共的新任總書記 和國家主席蘇林 取代了遠赴眾成為越南的No.1 他就訪問中國 訪問中國是他所有訪問行程的第一站 那要做些什麼呢 他要訪問廣州 看見黃花江烈士等等的人 之後又看一些 以前越南的人在中國的風公遺跡等等 之後再轉到北京 這種模式和很多外國元首的訪問模式很類似 所以卑之無甚高臨 當然會討論一些中越的鐵路互聯互通等等的東西 又貿易合作那些完全不重要 這些是拿面子的東西 給面子派對 那些給面子派對 是將舊的東西翻炒一次 做到一些新的東西 and that's it 那是否代表 越南從此親近中國 未必 因為蘇林都講得很清楚 竹子外交 Bamboo Diplomacy 什麼叫Bamboo Diplomacy 就是竹子外交 就是基本上要有柔人 柔軟 而有人性 意思就是說 在美中兩國 arbitrage 套凳 既要對美國親善 既也要對中國親善 不搞拉幫結派 不搞小圈子 意思就是說 對中國又要交往 對美國又要交往 對歐洲又要交往 對倫國更加要交往 換言之 不要以為 我今天跟你 是全面夥伴合作關係 我和美國 都是全面合作 夥伴關係的 當然啦 在這方面 習近平呢 也都不想他這個 契弟 即是他的眼中的契弟 即是這個 繁淑國 越南 去做任何的 就是造次的行為 於是乎 一定要給他 下馬威 那我們看到 整個場地都是這樣做 好了 重點來了 習近平是不是有病呢 這個就是一個大問題 那央視看整個畫面 大家知道 他是有聲音 like white shot 軟鏡 這個情況是極度罕見的 那個鏡頭大概就是 正對著鏡頭前方 就是一個畫 一邊坐中國官員 一邊坐越南官員 中國官員的中間就是習近平 越南官員的中間當然是蘇林 那兩個對視 那些官員與官員對視 他們翻文件 看主席 另外對著習近平方面 有一個鏡頭 有鏡頭前 全程拍攝著習近平 但是基本上 整個央視的畫面 是沒有這個鏡頭前 所拍的片段 後來你看看 有少少片段在裡面 但是後面的線 我稍後再講到 在央視直播的畫面裡面 是沒有從另一個角度 正視習近平的角度 去拍攝習近平的 這件事極度罕見 我看過很多的黨國新聞 由鄧江湖習時代 基本上你要對於主席 你是個人崇拜 你要將他捧為首掌心的肉 然後你就成為了他的風功遺跡 對不對 那麼他不想直接看他 所謂何事呢 而你全程播音 文字也有 聲音也有 整個視頻都有 但是你拉一個遠鏡頭 為甚麼事呢 這件事就非常罕見了 而很多人細心聽他的聲音 基本上是比較緩慢 和比較低沉 就是你會看到 譬如這幾天我感冒 你看到我的聲音 都會比較和以前 是萌一些 對不對 那麼你會聽到 有這樣的感覺 那麼你會聽到 習近平這樣的感覺 基本上不是這樣的感覺 他是不慢 而低沉弱 那是不是他曾經染過病 還是甚麼呢 有甚麼病呢 毋目如深 沒有人知道 我懷疑是染了少少的風寒 即是他是一個重病 我覺得是未治癒 但是他老人家了 老人家了 那麼他會不會因為這樣 而這樣駕崩呢 令大家得上所望呢 那我就不知道 但是呢 肯定在此時此刻 未治癒這樣的狀況 好了 出到畫面了 那麼大家知道呢 當日 昨天 即是8月19號 11點43分 央視播這個畫面 咦 沒有這個 close shot 只有wide shot OK 接著去到這個 外面 閱兵了 那麼基本上封了整個長安大街 那麼閱兵 那麼其實就是 閱給他們兩個人看 習近平的報紙呢 是比較笨重 而且雙腳那個時間呢 著地的時間不均勻的 這個情況不是今天已有的情況 是很多的日子裡面呢 你看到他怎麼下飛機 怎麼進去不同的風會開會 其實都有這樣的情況 會不會顯得比較面容敷稿呢 未至於整個埃塞俄比亞的 但是呢 他肥了 但是他的臉色 沒有那麼好看 臉青青的 有少許暗黑 那麼你看回 就是很多的情況的表情 一點都不開心 就是他當是 這個是他乾弟 凡屬國 看待這個人 那麼他整情 在央視前面 也就是訓視這個蘇林 就是說呢 要記住緊跟院父仲 這個親中的 或者你對院父仲的東西 要大肆包養 就覺得你本身要走一條 這樣的道路 和中國親近 其實是下馬威給這個蘇林 蘇林剛剛身手上任的嘛 公安系統出身 整個李家超那樣的 那麼所以就希望呢 不是希望 督促他 能夠造成這樣的事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的習近平 我的想法就是說 他是身體有為禍之徵兆 但未至於呢 所謂的半身不遂啊 突然駕崩啊 那麼至於你說 他是不是有癌症 什麼這樣的事情呢 我覺得未至於這樣的情況 如果有的話呢 那麼大家可能會很開心 但是我經常都說了 哎 世上是銅板兩面而已 就是硬幣的兩面 你要他這麼快死 那麼中國沒有那麼 沒有倒楣的 所以有時候呢 是不是就是說呢 是 希望他呢 繼續健康呢 是不是永續下去 我不要啊 但是我是健康一段時間 等中國的壞爛 持續多一段時間呢 其實對香港 對台灣呢 都是有利的 那麼當然現在 他看的美國大選的情況 在11月 甚至會面臨1月20號之後呢 美中關係會如何變化 如果川普能夠再當政 哇 他就說 It's a serious blow OK 稍後我們會說到 那麼如果你說是 這個是哈里斯當政 Harris當政 哇 可能有回亂跡象 他很期待 所以這個情況呢 我們看回未來會 怎麼看呢 那麼有些人還說呢 哈里斯你不會的 我這些是川普這些粉絲 又說我再說一次 我不是川普的粉絲 我也有批評川普的地方 但是我只是說呢 你投哈里斯的話 極左派 而他希望什麼呢 撤銷中國關稅 那麼你還要去支持他 很奇怪 那麼我覺得 很多人 你自己想清楚 這個價值觀 這個判斷 是不是準確 很多樣東西 事件會證明一切 不要今天的我 打到最後的我 你看我做評論 從來都不會 掩掩掩掩掩 畏首畏味 首鼠兩端的 但是很多人呢 他在不同的人之間 首鼠兩端 所謂何事 就是他有沒有 清晰的價值觀 這些沒有重要 說回習近平 那麼根據美國之音的報道呢 就說他沒有 習近平或蘇林的特寫畫面 後來放出來 比如說你看 華春瑩的X平台 或者是之後播出來的那些影片 和照片呢 的確有這個 習近平的全身 他有沒有坦道 走得動的 另外也都看到 也都有那個 cameraman 剛剛正對著他 在那個人民大會堂裡面 正對著習近平 拍到他那個神態 但是一秒鐘都不夠 嘭嘭嘭 他馬上斷了另一個地方 換言之是剪輯過的 那是他傷風感冒啊 還是武漢肺炎啊 還是普通的流感啊 還是什麼原因呢 就不得而知了 流感很平常而已 沒問題 就出來聊聊天 在民主自由國家 這個完全不是一回事的 但是在專制獨裁國家 缺乏透明到 天下苦習久矣 天下苦長久矣 希望有推翻他的人 大有人 在官變民變政變 他所有的官變民變政變 兵變的可能性 依然持續存在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錯不得 所以這個就非常得人驚 我們這樣說 好像拿著放大鏡 好像這個周星馳 陸炳記和海盜宮說 看裡面那些 割了出來的那些器官 嘩 好的色喔 就是拿著放大鏡 看央視的畫面 嘩 黃大帝的身材 真是好的色喔 應該這樣說 現在 就是 看回習近平這個情況 我顯然 他有些事想隱瞞 他隱瞞一些 身體什麼情況 就不得而知 如果你今天要訓事一個 你在心目中的契弟 蘇林 你都可以直接 直輸控 也就像當時你對林鄭 最近你對李家超一樣 你所有那些所謂的匯報 都是直接拍你的樣子 而今時今日 你對蘇林 為什麼不直接拍你的樣子和神情呢 顯然就是說 他有眷慾 有病慾 我覺得這個機會比較大些 但這個眷與病 未至於他要他命 那麼 Let's see 即露成疾 即疾成什麼 成屍體的屍 所以就是 去到哪個時候 他會這樣駕崩呢 不得而知 但肯定 人西都 連方大鏡都看不清 聲音比以前 是低層和緩慢的 那麼顯然 是有些事情發生 那麼所謂的發生 是究竟什麼事呢 那麼我們Let's see 究竟以後的情況如何 總之 7月29號 見過東帝民的總統 奧爾塔 Hose Ramos-Horter 和意大利的總理 梅諾尼 Georgia Meloni 接著之後三個禮拜 沒有見面 第一次神隱三個禮拜 二十一日以來 第一次見面 之間傳過他生病中風 甚至無話 八月災北達河會議期間 慘遭政變的謠言 甚囂塵上 那麼大家看到 絕對沒有這樣的事 這件事已經平息了 另一方面 最新的消息傳來 他在日十九號 見越共的總書記 也都是越南的國家主席 新任的國家主席 新任的總書記 這個蘇龍之外 他今天二十號 也都是北京的人民大會堂 接見訪問中國的非制總理 拉布卡 這個非制總理已經來了幾天了 好幾天的了 就等他開完北大河會議 和休假園 回到北京 才跟他見面 Citivani Rabucca 這個就是非制總理 非制以前曾經和我們國家 台灣和中華民國建交 現在已經和中國共產黨建交 過重甚密了 習近平向他介紹中國 在扶貧減貧方面的做法和經驗 而十二日即抵達中國訪問的拉布卡 由十二日一邊坐爛板椅 一邊等等等等等等 於是乎等到今天八日之後 二十號才見到習近平 他已經在會見習近平之前 有人帶他去神遊神州 這個混濫 福建 浙江 這個非制總統都去過 就是讓他見識大國威夷 就好像乾隆皇帝 就是馬加尼 麥卡尼 訪問中國 要和你見進大江南北 其實越見這個 真是有見識的外國人 就會越見到中國的落後 但當然習近平不會重複 見到皇帝的教訓 就會專門討好所有片場 找所有的人 做戲 做給拉布卡看 而江文慧以前 前幾天去這個 杭州看的東西 全部都是這些 有什麽值得 看到真相可言 千萬不要亂說 八月十二日到二十一日 拉布卡 非制總理 在中國正式訪問 他在雲南考察中國 扶貧經驗的時候 中國環球電視網 CGTN引述 非制廣播公司 FBC報導 拉布卡驚嘆曾經的貧困 軟變化之大 自己做了很多筆記 好像認真去江文慧那樣 認真 好感動 見到你們的眼神很善良 中共的黨媒新華社報導 習近平今天回見的時候 結合了拉布卡訪問混濫 福建、浙江三地的情況和感受 介紹了中國扶貧、減貧 各方面的做法和經驗 為什麽要先這些外賓 外國領袖 去其他地方訪問先呢 這個形成了習近平的一種主調 他這個訪問期間 是觀察著這個人 究竟你是不是對中國的態度是怎樣 由旁邊看著你的人 不斷打小報告去上面 看你拉布卡是怎樣 拉布卡肯定是合格 蘇林呢 某程度上不合格 所以看到白習近平呢 刻起口面對他的 你看他整個閱兵 整個在這個中 人民大會堂裡面的一些會面呢 其實呢 不是很愉快的 講就是歡迎你 很開心 但事實上呢 你看到他沒有歡顏的 這個就是說 誰歸順於我 誰效忠於我 天黑寒的繁淑 你就基本上可以得到 躺食 派錢 派金 人流物流 資訊流供應給你 你喜歡什麼的 我們天朝大國 萬國威夷 可以將這個 貢獻給你這些 繁淑的藩幫 那麼天朝的威夷 是不是給越南呢 Let's see 那麼起碼 他說 卑濟現在不會像越南一樣 手鼠兩端 就是習近平的眼灶 就是這樣看 習近平說 十四多億人民共同 入全面社會 這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 取得的歷史性成就 也是中國為人類減貧和發展事業 做出的歷史性貢獻 他說 我們做到了每個民族 每個地區每個人都沒有落下 充分張獻了社會主義制度 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 就是一黨專政的優勢 得到了全中國56個民族人民的 充心擁護和支持 他說 非制最早與中國建交的太平洋島國 中國高度縱使中非關係 願繼續為非制經濟社會發展 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那拉布卡就說 他到訪雲南、福建、浙江等來參訪 親眼見證 中國在習近平領導之下 消除貧困和發展方面 取得的巨大奇蹟和巨大成就 他希望學習借減中國先進理念和成功經驗 尤其深入基層傾聽人民聲音 與中國加強減貧、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領域的合作 中國曾經在2021年2月舉行全國脫貧 攻堅總結表彰大會 不過外界對中國是否全面脫貧 看法不一致 官方後續就說 防止規模性反貧 視為重大經濟和政治任務 換言之已經反貧 而且越來越貧 全國五分之一的公務員沒有爭取出 大部分的大學生畢業就失業 青年養老院全部都有 45度人生既不躺平也不內卷 這種情況大家不需要問我 很多人在中國認識的人 都怕沒了工作 補了工作的減薪四成三成兩成大有人在 補不到工作的躺平 即是吃草回去 可以怎樣 基建基本上很多事情都做完之後 都倒了很多 偷工減料 外資投入越來越少 進出後幾乎完全停擺 金融市場 A股 H股 港股 上海 深圳 基本上都是自己內卷狀態中 外資基本上已經 絕大部分已經辭出 可見中國經濟已經不行 共產黨擔心不擔心 他真的不擔心 1958至61年的時候 餓死這麼多人 大肌荒都不擔心 今天更加不會擔心 他擔心什麼 權力 權力 這個才是他真正要擔心的地方 所以我們看到習近平的情況 可以說他未死 有可能抱讓 但是小讓 而未至於奪命 我們要未來看下去 究竟什麼變化 另一方面 我們可以說到一點 就是說 台獨22條意見 在6月21日出來 又可以判死刑 我們說過 香港這麼自由活力的地方 都被中國游輪 現在磨刀火火向台灣 當然現在的情況 台灣會不會更加危險呢 中共心理戰 輿論戰 法律戰 息息相關 加上我們叫認知作戰 這些心理戰 叫三戰 台灣經常叫三戰 就是心理戰 輿論戰 法律戰 那麼心理戰 其中一個重要的地方 就是說 我會接管你的 我會統一你的 我會吞併你的 我會滅了你的 心理戰 所以你覺得 驚驚驚驚 那麼其中一篇就叫 廈門大學 海峽兩岸城市規劃研究所 8月5號發表的文章 這幫教授 基本上寫的東西 一出來 沒多久 突然之間 又撤銷了 就是劍一出招 之後 又收回到劍套裏面 目的是什麼事呢 是不是出錯了 當然不是 基本上是彈弓手 就是等於 你看賭神 賭神一樣 揭一揭底牌給你看 三仔弟 投降輸一半 就是那種的 給你一個底牌 給你看 但是那隻是不是底牌 來呢 未必 總之他 是樣子給你看 這就是心理戰 那麼他所說的是什麼呢 盡快啟動台灣接管準備 迫在未知 隨著川普上台可能性越來越大 統一台灣的時間表 隨時可能提前 於是他反省到 香港的過去 來看呢 政權移交如果沒有做充分做好的預案 會對未來社會秩序平穩移交 產生嚴重的不利效果 他說香港已經沒有一國兩制 香港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 不適用於台灣 因為台灣從來沒有被中共承諾過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 於是香港經驗未必能夠直接移植 而且香港經過2019年的搗亂之後 他會覺得未必是將這個香港一國兩制的經驗移植到台灣 那麼他說呢 接管台灣比香港來講 他的廣度和深度會更加多 接管台灣就是收回 香港以前叫收回 收回主權 台灣就是接管 什麼叫接管 並吞 侵略 攻擊 戰爭 這個就是真正的名詞 不要再說什麼接管 台灣從來不是中國一部分 希望大家明白 台灣不是中國 台灣不是中國 它攻擊台灣就是侵略 就是併吞 annexation invasion 我們一定要基於國際法 抗爭到底 而美國也有這樣的決心 而我希望台灣也有這樣的決心 我相信過半台灣的人口 都有這樣的決心 不要讓很多媒體上有些認知作戰 去充分自己的頭腦 以為台灣玩完了 中國很強 台灣很弱 美國很亂 打台灣 對呀 這些就是很多 藍控媒體不斷催的東西 看民意調查 我接觸的年輕人 我接觸的中年人 我接觸的老年人 都告訴我 過半數都是願意和台灣同賭一命 那我都說 如果各位香港人 你沒有這樣的覺悟 只是在這個地方拿小確幸 所以只是想在這個地方 便宜貪盡 權利拿光 不負責任 不盡義務 當台灣有難的時候 第一個買FaK票走那些 我請你現在做一件事 找 OK 我覺得很白點 你快點走 台灣很危險的 不適合你的 到時候 你真的不行了 你要走 你的忠誠在哪裡 香港人早已對香港沒有忠誠 但我只是說 如果你今時今日 一輩子 沒有一件事 你覺得要Pledge Allegiance 我會覺得很悲哀 你到哪個地方 人家看你 只不過是一個 食玩買睡的老人精 OK 我不說哪些人 我只是說 你只是一個 食玩買睡的老人精 For what 希望你們每一個人 都有一種 生死在此一次 我們人生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我們對得住上帝 對得住自己的榮譽 對得住自己旁邊的人 也不要留有死亡後的遺憾 不是人死如登滅的 人家會看的 人在做神也在看的 另外就是這篇文章講到 要儘快做兩件事 儘快成立中央台灣工作委員會 和儘快建立台灣自理試驗區 所謂儘快成立中央台灣工作委員會 基本上造成一個影子政府 甚至比當年的香港 港澳工委 當年的新華社 現在的中聯辦 港澳辦 他們更加多 他們不只地下黨集團 簡單 還要成立影子政府 隨時在必要時候入侵台灣的時候 早接收政權的準備 而現在這個中共中央台灣工作委員會 即是台灣工委 就是首先熟悉台灣目前的體制制度法律 要明白台灣是一個發達經濟體 不像中國這樣全面去做事 而建議凝聚一下 島內的反獨台獨的力量 香港有沒有什麼評論人是反台獨 而他已經被凝聚起來呢 大家自己自己用眼睛來判斷 建議凝聚島內反台獨力量 形成統一力量之後 就可以進行武裝的侵略 整合到國家行為裏面 而反台獨力量需要體系化 制度化 即是形成一個真正的黨組織 即不止是媒體 不止是教育 不止是軍事 政府 立法委員 評論界 甚至各方面都要有他自己的人 但是這個體系化 制度化更加需要有黨的領導 支部建在連上 將組織的所有東西 入到基里裡面 這就是他們做的事 而他會覺得 所有醜化中國統一的東西 他要將這些東西轉化成為 那些被醜化的對象 要成為英雄 他說 還台軍演前幾段時間 台灣動搖不到台灣的民心 為什麼 因為台灣人普遍認為 中國沒有能力去攻 所以他要做第二件事 就叫做盡快建立 台灣治理試驗區 這個治理試驗區 將會在廈門的長安區 和全州的南安市去舉行 意思就是區域裡面 要模擬台灣一開始 就要徹底融入中國的情況 貨幣要由新台幣換成這個人民幣 進出口要符合中國規定做管制 跟著媒體如何接管 跟著教育要怎樣全面一個個 改不同的教科書 一來到 整個東西 立即可以丟給台灣用 這個就叫做 令台灣人知道 中國是有決心 和已經有能力去接管台灣的 他做這件事來嚇台灣 做一個新執政的示範 他說香港現在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全面管治權的情況 未必是台灣的誰犯 於是誰犯台灣 是要靠廈門長安區 全州南安市 這些新的台灣治理試驗區 做的新執政示範 來達成 達到平滑政權轉換衝擊 而自己設計 減少治理成本 能夠將社會主流意見 共識凝聚起來 甚至在當中引進台灣 退休軍公教人員 在裡面出謀獻冊 和參與其中 這個就是他的目的 這篇文章寫出來之後 再對著今天 今天 20日 在香港發生的一件事 我記得有一個 全球華僑華人 和平 對中國和平統一 一個會議 一堆人眾星混集 中國的統戰部長石太豐 中聯辦的主任 正眼行 之後李渣昭等等人 去到那個地方 不斷發表高談闊論 那這些高談闊論裡面 也都講到很多一些 他們很怨的地方 他們說話 跟剛剛的文章很不同 剛剛的文章就是 香港一國兩制 不能碎飯台灣 我們製造一個台灣試驗區 來碎飯台灣 證明我們有決心 這個我會覺得 是真實的情況 香港怎樣呢 香港這幫流羅 很有趣 石太豐統戰部長 他就說了 香港一國兩制的成功試行者 香港是一國兩制成功的試行者 和九二共識 因為當時是香港會議 香港會談的見證地 當然從來都沒有共識可言 所以這個一國兩制成功試行者 和九二共識的見證地 可見香港作用很大 所以說想要透過香港 加強兩岸的文化經濟交流 這句都預視了 為什麼這篇下大的文章 下門大的文章被人抽棄了 這篇文章是唱衰香港 要向中國開另一條線 對付台灣 這個石太豐統戰部 似乎有不同調 他是不是得到了王满寧 甚至王满寧現在主管 整個對台的一個重要的人 似乎得到王满寧的首肯 就說香港依然有作用 這幫流羅爭取著 我都有作用 我都有角色 想幫黨分憂 統戰部長這樣做 中聯版的鄭押紅 也都出來說 一直以來 就是剛剛講的 一國兩制扣上的先行者 九二共識的重要見證地 一直以來兩岸關係發展中 發揮特殊的作用 這個從石太豐說的 是完全一致的 李家超說什麼呢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到處有機遇 說好中國和平統一故事 李家超在大會致辭時說 香港一國兩制下到處有機遇 未來將會繼續成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 同時全力發展創新科技文化藝術等新興產業 呼籲各界領袖和全球華人華僑 都在國際社會中說好 中國和平統一故事 繼續為中國和平統一大業作出貢獻 他說今年完成了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 將前繞香港二十多年的國家安全問題 畫上圓滿的句號 同時從數居議會 完成愛國者治港的最後一塊拼圖 令香港可以輕裝上陣 迎來最佳發展的機遇 現在這個就是李家超的說法 這些說法背後說什麼呢 香港可以在促進這個統一 其實什麼叫統一呢 促進中共民工武嚇滲透插反 最後吞併武力侵擊台灣 所謂的接管 其實就是吞併侵略台灣的一個重要的一塊拼圖 香港可以發揮這個作用 怎樣發揮作用 那是不是說好香港故事 說好一國兩制 當然不是了 做什麼呢 兩個大字 間諜 香港你用間諜 滲透到台灣 所以這件事台灣要很提防 即今天如果香港隔頭出來 I can do something 的時候 你想想一國兩制全面管治權 你說區議會這些東西 你這件事說服到台灣人參加嗎 按照剛剛講的高志凱 這個鄧小平的翻譯 接受半島電視台英語訪問的時候都講過 台灣人的主流議員 我不在乎 總之就是統一之後 每個台灣人都要做出這個承諾 承認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那些承諾支持一中原則的 才是本地居民 這種說法就是告訴大家 台灣人二千三百五十萬人的議員 全部不用來 那你說這個就是霸磨眼上公 是的 一準備武統 但這個基本上不會動 真正的特洛伊木馬 滲透 然後拆反 統戰 用兵不血刃的方式 和平轉移政權 再加上灰色地帶衝突 封鎖台灣 各方面的奏合 而看看美國會不會重啟 衰靜主義 投降主義 如果哈里斯當選 台灣是危險的 我現在先說明 是危險的 川普當選 是不會危險的 是台灣會更加強硬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關注美國大選 是這樣的原因 他說 哈里斯當選 台灣會亡國呢 我不會講到這樣的情況 但我會說 比現在更危險 OK 這個就是我的段語 現在你香港做的什麼呢 趁個頭出來 石泰豐又說 李家超又說 鄭雅恆又說 就是說 I can do something Put this in my KVPI 我會成為了表忠 我會對中國表忠的對象 是不是表忠之後 真的會做呢 什麼呢 間諜 人 資訊的滲透 或資訊 或人 很多香港未來一段時間 來到台灣的人 必定會遭受到極嚴格的國安審查 而可以這樣說 台灣也會更加提防 由香港來這邊移民 或者做交流的情況 無論是官方或民間交流 加強警惕 因為中國和香港越來越相 2020年美國通過了《香港自治法》 宣告了香港不應有意於中國的特殊待遇 台灣其實是有港澳條例和兩岸條例之分 我就說我從沒有主張過港澳條例要廢除 但我估計未來的情況去到某年某月 可能真的要廢除 但現在並不是時候 因為香港一日有民間的對於政權的不合作 反抗日常生活 獨立書店 探監受難共同體 獨立的媒體依然存在的話 我很有信心 台灣政府不會突然間衝斷 或者停止港澳條例 但當某一個環節 如果當香港的民間 都跟中國完全一樣 沒有聲音 躺平 或者內卷 45度人身 然後每個人在讚歌的時候 得小貓兩三隻 在做維權行動的話 跟中國一模一樣的話 我不好意思 就是台灣也有他的時代的責任 去修改有關的法律 當然了 今時今日還未到這個位 我們希望大家花開堪誓 直須誓誓 莫待無法通誓誓 我們不會推動廢除港澳條例 但是假以時日 當香港真的十年五年十年 沉淪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是難保台灣政府會做出這樣的舉動 無論哪個黨執政都是類似的 我們希望大家明白 現在可能會加劇 以香港人觀民交流 觀就沒有了 但民間交流身份做這件事 尤其中國對於台灣交流 基本上表面上是斷絕的 那他可以在暗底裏面 鋪出另一條地底滑的隧道 香港人 為什麼台灣政府會這麼擔心這個情況 因為中國不會找一個中國人來台灣做統戰 他會找一個香港人來台灣做統戰 因為現在港澳條例是極度寬鬆的 無論投資 無論是移民 無論是進入台灣 拿台灣的簽證 旅遊簽證 都極度寬鬆的 這個正正就是 很多中國透過香港 或者澳門這個管道 進台灣的方法 進來做些什麼 有多少情報 有多少資訊 這件事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看回 守護台灣 是需要對於 防止中共 假設香港人 在這個地方 做滲透策反開始的 所以一點都不容易 我會認為 廈門大學說的 真的就是 中共真正的謀略 這個李家超、石泰峰說的 就是說 香港在當中 會有一個輔助的作用 兩樣東西都各有各的 所謂的真實性 而這個真實性 我們會不會被嚇到呢 不會 我們會提防 他每一次嚇 就會說 我動手了 磨刀了 磨刀 人家已經叫出聲 台灣是否更加需要 去慎防呢 在台灣有很多在台港人 都聽過節目 我都希望大家 注意這些問題 匪蝶可能就在你身邊 希望大家 善進言責 做好應該要做的事 今天時間差不多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